今天列席的彭主委 各位我们NCC的委员 各位官员大家好 那本案是最早由吴志阳委员跟本席 我们联合所提的 我们是有建议 NCC本身是一个专业独立的机构 而且我们都知道 经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所通过的独立机构 包含考试委员 包含NCC的委员 包含监察委员 实际上只有NCC的业务 会受到行政院直接在诉论法上的合法的介入 目前法律上合法的介入 但是我们又有建于整个社会 对NCC的专业独立高度的期许 甚至近乎苛求理想化的苛求 所以因此我当时跟吴志阳委员两个 我们就思考到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参采了国外的例子 也参采了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也思考了整个国内的现实的政治环境 跟整个行政运作 所以我们就提出来 在20个人共同联署的情况之下提出来 因为NCC实际上它已经具有准司法独立的性质 所以我们认为当对人民对它的处分有所不满的情况之下 第一个既尊重NCC的独立运作的专业机构的性质 不宜也不应该由行政院作为上级的宿院的审理机构 否则行政院经常就可以利用宿院委员会的审理来干涉 介入签动 以致影响到NCC的合法运作 甚至影响到它某些所推动的重大的国家通讯传播政策的推动 第二点我们认为NCC本身既然它的委员是由立法院行使同选所通过 所以因此它的独立的决定应该可以完全的负责 所以当人民对它的行政处分有所不满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应该跳脱现行的宿院审理的制度 直接进入行政诉讼的范畴 那可能NCC的行政主张会认为说 那是不是由本机关再来作为一个宿院审理机构 那本席的观点 我也特别跟吴志阳县长特别我们也沟通过 我们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 不必去耗费这样的一个行政的启程 因为NCC会做出一个独立的行政处分 我们相信是本于独立专业深思熟虑 而且对整个民间的业者民间的情况有非常深入的思考 所以NCC不可能去草率的做出一个决定说 你哪没送再来给我提苏院 我们相信NCC也不会这样做 所以如果基于整个行政权责的运作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既然要把行政院的宿院审理权取消掉的话 就不必再有NCC的本机关 本于行政自行的原则 再来进行宿院的审理 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应该直接取消到宿院这个层级 直接让不服的民众直接进入行政诉讼的境界 那我相信这也是NCC可以为法所当为 也能够理直契合的面对整个这样的一个情境 所以今天其实这条修法非常的单纯 而且我们完全是基于尊重NCC的独立专业的运作 充分 而且最在乎的 我跟吴志远文 当时最在乎的就是说 一个由立法院行使同意前的机构 他们所做出来的决定居然还要由行政院上级来做宿院的审查 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 匪夷所思 也是不应该的 某种程度它代表制度的设计当中 对NCC仍有某些的前置 所以从一个长远的法治的一个调整来讲 我们等于是在帮NCC的独立运作更进一步 所以恳请我们与会的这个委员 大家能够共同支持 也恳请这个彭主委也能够代表NCC能够给予支持 但是本财再三的重申 不宜由NCC来作为宿院的再审联的机构 应该直接进入行政诉讼的范畴 节省行政程序 节省人民的怨队 来加速整个国家 整个行政诉讼最后的一个定夺 我想这应该是比较中肯的公道的 谢谢大家 感谢 好 谢谢吴玉生委员的提案说明 那么由于这个朱凤之委员 就是本案提案委员不在 那他有委托我们另外一位提案委员 蔡正元委员一并做两案的提案说明 那我们请蔡正元委员